秀出我們各通路商的一個數值 數值是大家最清楚 最明顯可以看見的 這是統計圖表啊 這會連動喔 在秀的時候點這裡 點這裡 那三大通路商點這個 這知道地在這裡 點這裡 那我需要數值 點空白的地方表示什麼 取消篩選 好 來 需要什麼 這個 卡片 那卡片不用那麼大啦 好 點完進來以後 這個東西通常是篩這個的 我想知道什麼 這個 點這裡 這我們剛做的這個 加總小計 拉進來 拉到這裡來 這個 這時候在點的時候就有囉 點這裡就是 這個是什麼 我移過來 通路商 零售商是這個 點這裡 業績就出來了 這樣加的 這就可以來加在這裡 那其實第一個 通常這地方會放什麼 公司logo啦 那公司logo呢 我們當然我現在沒有logo 我先抓個Hello Kitty好了 來 這是我公司的logo 就這個啦 我可以把它放進去喔 叫做Ki 來就好了 一個圖嘛 那回到Power BI 對 下公司logo很方便 那在哪裡呢 插入地方 這邊可以加圖片 影像在這裡 也可以加造型 來 加影像 可以把下載去 把Hello Kitty圖加進來 這是我公司logo 叫KiTi有限公司 然後這是我的業績 接下來是圖表 OK嗎 那也許如果要加一些文字說明 還可以加這些 還可以加一些造型啊什麼的 不過這些我覺得相對比較不是那麼重要 通常點這裡啦 點這裡 所以就在顯示這數字啦 那這地方呢 我們這地方 我們看一下資料表 有沒有 欸 這裡有國家耶 太好了 叫什麼 製造地 所以呢 就可以用什麼 就可以使用這個囉 地球 那這裡要塞什麼 製造地 這邊要拉到 製造地就打勾 就塗在這裡 那這個再拉一個製造地在位置 我看到點在這裡 那還可以再加一個 大家小一點 快沒位子了 那logo小一點點好了 那這數字在這裡 所以其實一般泡標下面再做這個 這個過來一點 再給一個 點這個才可以拖曳 再給一個 這種的 這兩個有點不太一樣 那一樣是拉製造地喔 再把這個資料拉到的位置來 這是用區塊去用 這是用球 如果那數字越大 球越大 這是用什麼 區塊秀給你看 這兩個都是屬於地球的方式來秀 OK嗎 我們留一個就好了啦 這邊你看 因為剛剛這裡有 才可以秀這個 留一個 那接下來我們看看目標業績這裡 還可以加這個喔 這個呢 業績到這裡 連小器拉進來 數字都是大家關心的 這在這裡 這1300萬喔 這邊可以加這個 這個地方喔 這個比較不同的地方 它可以設什麼 最小值最大值 最小值 業績這邊可以輸入 最小的地方在這裡可以 把它加進來 目標值在這裡 新增欄位 這邊一般是說就達成目標多少啦 我們這資料沒有給它沒有辦法 這邊還沒辦法加 目標可以加進來 那這個先取消好了 那這邊先跟你講一下 譬如說我的目標業績要到多少才達標 今年沒有達標在這裡 那要給它 這邊資料還不夠 這個 來 拉到這裡來 這邊可以看這個地方 可以拉大一點點 那全部做完就先存檔一下吧 Hello Kitty K-I-T-T-Y 有限公司 點在空白的地方就取消篩選喔 OK嗎 那點這裡 所以資料就跟你點這裡 它資料是在跟著聯動的地方 這邊就可以跟著來調 你可以來看一下這個 馬來西亞 這邊的菲律賓 你家 這邊的中國 這邊的加拿大 好 點在空白的地方就跳過來 各位可以再試一下 把這個報表上整理一下 很多個籍 得跟弱小 town 來說 印象 擊С 來 谢谢大家